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在目前的经济部明朗形势下对其寄予厚望 预料深圳和改革开放都会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 另一方面 深圳未来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 也将是对香港的统战与吸纳主体香港将去弱化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正日 但是按照过去10周年 20周年和30周年的惯例 庆祝大典都不是在正日举行 因为要迁就国家领导人的行程 据了解 习近平这一次除了会出席40周年庆典 也会视察深圳的科技公司 而深圳市委日前召开第15次全会提到 要打造畅通国内循环参与国际循环的深圳样本 外界预料习近平南下深圳将会宣示深化改革的决心 吴强对苹果日报表示 习近平在中央决策中一直扮演着毛主义棋手 和邓改革开放棋手的双重角色 例如推进公司混改 抓捕党内异议人士 是其倒退保守的一面 而到深圳出席纪念活动 对深圳特区进一步开放的支持 则是营造他促进改革开放的形象 要继续扮演同时具有毛和动双重的 第三代领袖的一个角色 深圳是他表现出市场开放的一面 事实上习近平2012年上任中共总书记后 首次出巡地点就是深圳 足见其对深圳的重视 习近平这次南下的意义 相信是他一次重要南巡 类似当年邓小平南巡的活动 并试图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中央昨天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重点提及要发展金融放宽市场准入 要增强深圳在大湾区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吴强认为在大湾区融合中强调深圳作为中心 宣布发展高科技金融等 一方面是回应党内的批评 在国际上确立一些所谓自主创新的意义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香港金融系统的不信任 不但弱化香港 吴强续称 深圳未来甚至将会成为统战吸纳香港的主体 整个大湾区实质变相是公司混改 深圳的国有资本对香港传统金融资本的吸收改造 会在未来的大深圳湾的计划中体现出来 这是深圳未来的定位 不仅是所谓的金融中心高科技样本 同时也是吸收和统战香港的地方 与此同时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12日突然公布 原定于本周三公布的施政报告将压后至11月底 却未公布具体日期 林郑月娥再强调压后公布 是因为要亲自上北京与不同部委协调 以争取北京支持施政报告政策 不少意见认为此举更凸显香港被弱化的趋势 林郑月娥又强调 这次施政报告要提振港人信心 因为国际制裁及疫情都对香港带来很大影响 但林郑在7月时曾指外国制裁受损的只是外国 两次言论明显有矛盾 他又被问到去深圳时会否看望12名被送中的港青 他回应他们属气宝潜逃 不想再评论相关事件 任正非预告彻底改革华为管理层 华为创办人总裁任正非日前表示 华为管理机制的落后正在抑制自己的进步 华为要向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学习尊重专家 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发挥出科学家专家人才的价值 未来华为要逐步改革 由专家来当家 不是谁关大谁拍板 同时任正非表示 面对美国的状况 公司一要自强 二要开放 华为内部信息平台发布新生社区 周六十号刊发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电邮内容 他提到华为要实现多元化管理 避免AT行政管理团队权力过于垄断 要赋予专家委员会一定人事权 给予专家合理评价和有效激励 他解读专家要或赋予专业决策权 类似总会计师对能否入账等事 做出最终决策那样 从部门首长那里分权 任正非举例 比如对专家简单的以港定级 以产品规模定港的机制要废除 专家职级一定要比主观低的限制要取消 专家系统里不能论资排辈 对专家的定级要以其贡献和能力来综合确定 对此要尽快改革过来 任正非电邮指出 与此同时专委会要梳理好专家的责任和权利 通过专家的垂直循环 加快人才队伍 清晨代谢 制约无能领导 促进华为的管理改进 任正非认为 对于华为大力引进招聘天才少年 外来专家应有适当的辅导 合理的评价和耐心等待 不能用一刀切的考核方式来考核他们 一旦做出突出成绩 可以尽快提到目标之急 任正非还谈到了华为应对美国的情况 最终还是我们自身要做好 第一要自强 第二要开放 自强了就敢开放 在他看来专家埋头干 就是自耕农 世界是开放的 国内专家要加强自己洋化 多上网 多读文献 更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要做蓄电池 不停充电 然后也要做灯塔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新华社高管余少良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中国上海市迎来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余少良 他此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和上海组织部部长 据《解放日报》10月12日报道 中共中央批准余少良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据公开简历 余少良生于1964年7月 1984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在新闻行业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首先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 历任河北分社社长助理 采编时主任 河北分社党组成员等职 随后在1999年调任新华社陕西分社副社长 2004年出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 10年后成为新华社副社长 余少良在2016年从新闻行业 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任职两年 于2018年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今年8月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廖国勋调任天津市副书记 次月当选天津市市长 余少良此次履薪填补了廖国勋的空切 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为全球众多富豪提供咨询服务的瑞银和普华永道 12日在上海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 该报告称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在创新高 截至今年7月底 亚太地区以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人数 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多的地区 其中一半来自中国 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 据中心社报道 报告指在过去的10年中 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翻了一番 他们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三倍 到了今年7月 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已经达到2189名 而2009年底为969人 截至今年7月底 亿万富豪财富总额达到10.2万亿美元 升至今年资产价格微型反弹后的新高点 并超过了2017年底创下的8.9万亿美元的峰值 这一反弹由工业及科技领域的亿万富豪引领 尽管受疫情影响 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仍然持续增长 并创下新记录达到415人 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 新增人数为全球最高 2018年至今年7月底 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了71% 达到了1.7万亿美元 在中国的亿万富豪中 98%为白手起家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占到60% 美国为72% 在去年和今年 中国最主要的财富驱动行业是医疗健康材料 以及娱乐和传媒 在娱乐和传媒行业中 网游是增长趋势最明显的此行业 浦华永道中国银行 证券和资管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秦正认为 冠病的风暴加速了经济向数字化的转型 利用新兴技术的创新者和颠覆者 将会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亿万富豪当中也有两极风化 秦正指出 受疫情影响 今年前4个月 亿万富豪的财富下降了5640亿美元 亿万富豪的人数减少43人 与此趋势相反的是 医疗保健行业亿万富豪的财富 在此期间增长了10.2% 新技术的快速应用 也使科技和工业行业的亿万富豪的财富 分别增长了0.8%和4.8% 相较之下 材料和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豪损失最大 其财富总额分别下降了17.8%和16.6% 此外 为了应对疫情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全球亿万富豪的捐赠力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 今年3至6月 约209位亿万富豪公开承诺 承诺了总额达72亿美元的捐赠 其中美国亿万富豪最多 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和印度 中国开办第一所芯片大学与华为中心合作 据联合早报报道 南京将成立一所专门培养芯片人才的高校 南京集成电路大学 这也将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芯片人才的高校 据中国通信信息报前天10号报道 中国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石龙兴教授 是在一个半导体材质大会上宣布上述消息 报道称 这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将围绕集成电路技术而设计 还接入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许多企业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为一体 芯片是中国缺口最大的产品 也是进口金额最高的商品 过去两年时间 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 而今年预测至少也将超过3000亿美元 报道引述中国海关数据称 2020年上半年 中国进口芯片累计增长了25.5% 而进口金额累计增长了12.2% 与之对比 中国上半年出口芯片同比增长了13.8% 出口金额累计增长了10.5% 芯片贸易逆差达到了1040.89亿美元 较2019年同期相比正在拉大 形势相当严峻 收紧航班管制 北京日线500境外旅客入境 山东青岛市近日爆发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引起公众关注 北京市政府也在周一12日公布 将收紧航班管控 防止疫情传入 北京将会维持直航航班75%客坐率 严格控制 每日入境进京旅客规模在500人左右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指 自上月3日逐步恢复国际客运航班直航北京以来 首都机场口岸已入境旅客6870人 当中两人确诊新冠 徐指出 鉴于当前境外疫情严峻 北京也有零星境外输入病例 因此务必加强航班管控 防止疫情反弹 在远端防控方面 北京将继续实施健康筛查 严禁未持有核酸检验证明 体温检测超过标准旅客登机 在中转入境方面 直航北京的国际航班旅客 应为通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 以及在该地的中国公民 在口岸查控方面 所有入境旅客将会封闭运送至隔离点 并接受强制14天 集中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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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